哈喽大家好 我是磨刀火火像电影《春风十里全是你的坎哥》 今天坎哥要给大家介绍的是 医生为报复间接害死女儿的男子 给他做变性手术 最后却爱上对方的电影《无锡之夫》 电影开始在一栋大别墅中 被关在装有监控的屋子里的威拉正在做瑜伽 他的食物和物品都由专用通道传递 每天只能靠着对氧机与外界交流 将威拉关在这里的人名叫罗伯特 他是一名杰出的整形外科医生 对人类皮肤深有研究 一直致力于研究一种可以抵御燃烧的新型皮肤 为了纪念死去的妻子 他把他的人工皮肤取名为加尔 而威拉是他的实验对象 他将加尔覆盖威拉全身 不甘心被关的威拉有过反抗 对罗伯特用过色诱 自杀想让罗伯特放他出去 却仍无可奈何 一天罗伯特家的仆人玛丽利亚的儿子西加 因为盗窃被警方追捕 无奈的玛丽利亚开门放西加 进罗伯特的家躲藏 刚进门西加意外发现了监控器里的威拉 惊虫上脑的他立马对着监视器铁平 玛丽利亚健壮掏出枪 想要赶走西加 却反被他制服捆绑 西加威胁母亲交出威拉房间的钥匙 在打开房门后 把威拉破倒在地疯狂亲吻 嘴里还念叨着 为什么你还活着 不明所以的威拉告诉他 自己是被罗伯特所救 情到深处时 罗伯特刚好回家 他在监控器中 看见西加对威拉动手动脚 愤怒地开枪射杀了他 晚上玛丽利亚一脸悲伤地告诉威拉 西加和罗伯特都是他的孩子 罗伯特父亲因为妻子生不出孩子 便找到了他 很快玛丽利亚诞下一子 也就是罗伯特 但因社会地位无法逾越 他只能作为仆人抚养他 这是不为人知的秘密 另外玛丽利亚和另一个仆人 还育有一子就是西加 他从小吸毒不学无术 玛丽利亚还告诉威拉 他的脸像极了罗伯特的妻子加尔 几人的孽缘 源于多年前加尔出轨了 被玛丽利亚收留 藏身在罗伯特家的西加 在私奔路上 他们不幸遇到车祸 车燃起了大火 西加逃走了 加尔被严重烧伤 罗伯特深爱自己的妻子 他把命悬一线的加尔救了回来 因为烧伤 加尔苍老哭搞 全身皮肤溃烂 为了不让加尔看到自己的惨状 罗伯特撤走了家中所有的镜子 几个月后加尔的情况有所好转 他听到女儿诺马的歌声 循着歌声打开了窗户 玻璃的反光 让他看到自己可怕的样子 尖叫过后 他跳下了窗户 这一切被正好在楼下玩耍的女儿看到 从此留下了阴影 诺马一天天长大 阴影却挥之不去 在医生的建议下 罗伯特常常带他出去参加宴会 一次宴会上 诺马和帅裁缝文森特互相来电 很快拉着小手钻进小树林 并发拼命反抗 文森特只好把他打晕赶紧逃跑 罗伯特在一番寻找之后 终于在树下发现衣衫不整 正在昏睡的女儿 诺马在醒来后大喊大叫 病情加重 没多久便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罗伯特心痛不已 发誓要让对方付出代价 经过一番调查 他知道了跟女儿出去的人是文森特 他先开车撞倒文森特 并把他带回家 关在地窖里 监禁折磨 再用药水将他迷昏 抬上手术台 可这还不够 罗伯特还要让死去的妻子复活 他将文森特整容成家儿模样 经过西家这件事后 维拉才明白 罗伯特为什么将自己整形变性 不知是真情还是假意 他不想逃走了 他和罗伯特相互做了承诺 罗伯特给他自由 而他则陪着罗伯特 两人感情飞速发展 过起了夫妻生活 像极了正常的夫妻 好景不长 曾经参与过维拉手术的一名医生 找上门来 拿出了一份报纸 在失踪人口一栏 赫然出现了文森特的照片 原来这么多年 文森特的母亲 一直在寻找失踪的儿子 而文森特却被罗伯特绑架了 做了变性手术 了解真相的医生 打算报警 这时维拉进来了 他告诉医生 自己就是文森特 告诉一切 皆是他自愿的 可是当维拉在报纸上 看见寻人启事上 母亲一直在找他的消息后 仇恨一下涌上心头 他放弃了与罗伯特和平共处 当天晚上 用罗伯特的枪 杀死了罗伯特 和文森赶来的玛丽莉亚 连杀两人的维拉 回到裁缝铺 和喜欢女人的女店员 克里斯汀娜 三人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从来天运总循环 报应昭彰善恶间 信是明明原有主 人生何必用机关 世界上的每个人 都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事情负责 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只要做了坏事 就算现在法律承接不了 谁又说得准 正义什么时候会来临 人生妙不可言 下一刻会发生什么 每个人都无从得知 所有在罪恶边缘试探的人 必将被黑暗吞噬 好了本期推荐就到这里 欢迎关注坎哥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